这个泡在那几块太爽了 而且猪法还超级烟 具体咋做的 等我再说一口跟你说 今天这个猪蹄子毛太多了 先给它上来 还是像码头一把骨炒就解决了 对了 烧好的猪蹄丢到温水里泡一下 更好刮 干碗烙到盆盆里 加温水 泡两个小时给它泡上 猪蹄子烧一下 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 有点是啥子 虚猫更快的 有点好一个就是它自带一鼓的 这种就是焦香味 缺点是啥子 炖出来的汤始终就没得用毛夹子 慢慢夹那么白 烧猪蹄子这件事 就是忍者见仁者见智者见智 你愿意烧你就烧 不愿意烧你就拿毛夹子慢慢夹 这个卡烤到这个位置是烧不到的 直接把它变甩了 砍成两半 中间再破开 更容易炖 猪蹄子下锅 等会儿把泡子打干净之后 再加老姜花椒炖它一个小时 来一个多小时 气会儿现在熟了 但是它还是要啪 碗段现在泡了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把水给它沥了 下到气会儿里头去 多加几点 等会儿这个沙炉骨的好吃很 碗段下锅以后 再炖它一个半小时 等会儿这个汤就八四半了 煮鸡之后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来开大火 给它冲一下 但是汤才又浓又白 你看啥子样子的 碗段全部都爆开了 啪了 蹄子也啪了 但是汤还不够很浓 顺便我们来打个蘸水 蘸料很简单 加肠豆瓣 揪开盖盖 撤起它 舀个三瓢下去 二 三 再加点味精 来一把葱花 等起花儿这个圆汤 舀个一小瓢 加进去 这下给它和蘸 简直已经开始吞清口水了 这个蘸水来蘸鸡花 蘸白肉 蘸面 蘸啥子都可以 这下就准备开盖 吃蹄花再给它蘸满 我先整一口多 这个泡的蹄花和雪的蹄花 最大的不同是 这个清香味还要浓一些 汤色看着还要黏一些 不行 你就告一下 8不8是吧 让味道来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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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